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人物 今天华尔街人物带您来看 中兴创办人侯维贵 美国发布禁售命令 让中兴通讯经营濒临休克 周围76岁一直低调行事的 中兴通讯创始人侯维贵 在退休两年后再度出山 日前网络上转传一张照片 侯维贵与中兴两位高官 同时现身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侯维贵一人拉着黑色行李箱 走在前头 中兴董事长殷一鸣 和总裁赵先鸣紧随在后 三人步伐匆匆前往美国交涉 为有史以来面临最大危机的中兴 寻找转机 与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相比 侯维贵个性沉稳且温文儒雅 形势相当低调 这位出生于1942年的企业家 原本是工程师出生 在1980年代初 被派往美国负责技术引进 在那时让他真正认识了 电信产业的力量 回国后不久 43岁的他在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公司 原本想做IC产品 但考虑成本为求生存 他先做了电子表 电风扇 电话机的加工业务等 1989年 中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数位交换机 从此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 并在各大外商的夹旗下 大力晋级农村市场 短短几年内 中兴的营收就突破了人民币1亿元 但过没多久 侯维贵遭遇了产权问题 当时中兴的股东们为利益而征 香港合资方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并退资 侯维贵和其他技术元老自己筹措资金 在1993年成立为先通公司 并与691厂深圳广与共同组建中兴通讯 开创了国有控股 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 公司被改组为深圳特区 第一批股权清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之一 侯维贵出任总经理 从中兴通讯改制中 显示出侯维贵卓越的管理能力 而在压住小灵通的部分 则可以看到侯维贵的战略眼光 到2003年 中兴的小灵通业务 已经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中兴手机后来更打进国际 2017年全球市场出货量高达4265万只 目前中兴手机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排名第四 在西班牙、俄罗斯国家则排名第五 澳洲第三 海外销售量相当可观 侯维贵担任董事长长达12年 2016年已经74岁的侯维贵宣布退休 将执掌30年的中兴通讯交给新一届的董事会 不料今年4月16日 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和解协议为理由 禁止美国厂商向中兴供应关键零组件 时间长达7年且立即生效 在关键零组件上依赖美国的中兴通讯受到重挫 同一天 侯维贵亲上火线 立即率领多位中兴高阶主管前往美国交涉 昨天出现了转机 美国总统川普发了推文 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共同努力 让中国电信大厂中兴通讯能够恢复营运 整起事件有了转环的余地 但后续能否稳住不让中兴面临断流死局 侯维贵要如何力挽狂澜 外界都在看 华尔街人物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